在香港回歸祖國的近23年 國家安全始終是突出短板 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 相關機構的人選也陸續埋班 國務院星期五任命駱惠寧 為香港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根據港區國安法 這個職務會列席香港國安委會議 就國安委履行職責提供意見 65歲的駱惠寧 早期在安徽省工作長達30多年 也擔任過青海省委書記 山西省委書記等職務 他去年年底獲委任為 第13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今年1月接任中聯辦主任 維護國家安全的另一個要職 駐港國安公署處長 就由廣東省委常委鄭雁雄擔任 境外的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訴 你指望他們借外人之手打自家兄弟 9年前 鄭雁雄仲是篡美市委書記 曾經以強硬手段處理烏陷村事件 並批評村民透過境外傳媒發聲 他之後一直在廣東省任職 除了是省委常委 亦都是省委秘書長 國務院同時任命李江舟 孫青野為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 李江舟現職公安部駐香港中聯辦 警務聯絡部部長 至於孫青野的身份背景就非常神秘 公開資料不多 有傳是來自國安系統 港區國安法條文列明 中央在香港設立國安公署 監督、指導、協調和支持特區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期間會收集分析情報 條文列明 公署人員執行職務時不受特區管轄 在特定情況之下 包括案件涉及境外勢力介入 令到香港管轄困難 特區政府無法執法 或者國家安全出現重大現實威脅 國安公署便可行使管轄權 東網記者 岑子浩 可以進入戶口紀錄 隨時隨地查閱積分紀錄 看到你已經兌換的禮物和領取詳情 那就萬無一失啦 快點下載東網APP 得入相機看看這顆金幣仔 登記成為東網會員 就可以看新聞贏獎賞啦